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紧张 紧张 太紧张了 紧张 孟非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然后各位女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黄国威 来自于广东 现在在这个广州工作 今年25岁 本嘉宾由真爱父母牵线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利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希望对方愿意参加我的家庭聚会活动 就是父母一大家子 对 你们家的人多吗 我家的人蛮多的 这是爸爸妈妈前面 对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大姐二姐 然后那个小孩子是我的外甥 这一家都得有80颗牙已经出来了 我感觉 这个笑容的弧度一模一样 他爸的那个笑得特别像牙科的那个广告 对 爸爸的这个牙是我二姐披上去的 微笑滤镜是吗 1号 男嘉宾您好 就是看到您本人的性格非常的开朗 然后这样照片的氛围感也很好 感觉您的家人应该非常好相处 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大家都不熟悉的情况下 我参加到你家庭聚会里 你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活动 让我们更快的熟络起来呢 首先我们家庭氛围是非常好的那一种 就是我爸爸妈妈跟我的长辈们的心态 是非常年轻化的 他们是很乐意于开玩笑跟健谈 然后如果是我第一次带你去参加我们家庭活动 我会一直在你旁边 然后会给你这些安全感之类的 好的 谢谢 好 第二个 我不希望对方是个指挥家 指挥你干活是意思吗 不是 就是说话带有指令性的 你前女友就是这样是吧 对 你学一下他最让你不舒服的那种表达方式是哪一种 当时是我在工作嘛 然后他离一杯水很近 他自己不去倒 就可能非要我在这边倒了 就说你去给我倒杯水 就是这种东西长年累积下来 就会让我很不开心其实 1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这个关系当中 是不希望对方太过强势 还是双方的关系比较平等呢 我是希望对方更多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当时你的女朋友是用一种撒娇的口气跟你说 你来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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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帮我拿一杯水可以吗 可以 马上倒 好 你看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前面刚有个男嘉宾说 我不希望另一边跟我太客气 太客气就没有亲近感 这儿不客气 来 帮我倒杯水 但是你看男生他就会不舒服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万能公事 前面加宝宝 后面加可以妈 所有句子立马软化 好 来看片子 那条手 字幕志用 打开店的想法 源于我大学时喝到的那一杯手打柠檬茶 清新酸甜的味道打开了我味蕾的新世界 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冷饮店 来了 最近过得怎么样 怎么要这么开心 是使了个女孩吧 恭喜啊 这杯新品 送给你 甜过初恋 老板天天真的送我 还赚钱吗 开店如果只是为了赚钱 那都没意思 最主要是开心 这家小店 是我开的第四家冷饮店了 主打露营室风格 虽然空间不大 但门口的那一片阔地 却成为了客人们 最终爱的聚集地 客人们可以坐在这里 享受着一杯冰凉的冷饮 与朋友们畅聊生活琐事 节日来临的时候 我会为小店换上节日的装扮 还会为客人策划过生日的惊喜 他们都像是酒别重逢的朋友 他们的想法我都会一一满足 这里不仅仅是个冷饮店 还是客人的情绪加油站 在店里我是提供情绪价值老板 生活中 我也是给朋友带来 快乐的主动主局者 我有三点至关重要的主局秘诀 首先要快 有想法就立刻行动 其次了解每个人的喜好很关键 最后毅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真的吗 这么久不见了 有一个朋友 我前后邀请了他十次 才成功邀请到他来 还和我说再不来 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平时我喜欢热闹聚会 但夜晚才是我与自己独处的时刻 深夜下班后我喜欢在24小时健身房健身 打零点长的篮球 有时还会去24小时桌游馆 体验不同的生活节奏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愿意以我一起分享这份 对生活的热爱和聚会的热情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 每天24小时都可以充满活力与朝气 9号 我看男生的VCR里面全部都是在笑 我觉得他好有活力 我看着他就感觉很有能量 所以想问一下你是保持开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不要想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 我这个人可能会活在当下比较多一点 就是太遥远的东西我不会去想太多 你看吧 前面这个男嘉宾把情绪把我们带到了最低 这哥们一分钟带到了 2号要多跟他玩就好了 留个联系方式待会儿 哎呦 哇 哇 哇 爆灯 爆灯了 哇 爆灯了 选定他了 哦 每个女生都会有一个爆灯权限 哇 哇 哦 就是我感觉男嘉宾笑起来很阳光 他还有两个酒窝 我特别喜欢他的两个招风儿 正好三月三放假 我想去广州玩 男嘉宾有什么推荐的吗 你看他乐得在傻乐 他在傻乐 没害羞 最近的话广东美食 你是广西是吧 对 你看两广地区的 广东广西语言都很接近 三月三放假是吧 对 农历的三月三 一农历三月三 我妈妈生日 就上个门 七号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在广州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 我从小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一个自己的咖啡店 然后很羡慕你有自己的柠檬茶店 想知道你的店是在哪里呢 然后有没有机会可以带我去喝你的柠檬茶 可以的 可以的 不行 可以的 男嘉宾有什么会唱的歌吗 看能不能合唱一首 我的普通话很不标准 唱粤语 对 我基本上唱粤语 那个我不会粤语 以后可能还得你多教教我粤语 我会 唱那个 我喜欢你 喜欢你 那小眼动人 小性感迷人 愿再和你共我 对 因为最近的话 我们打算新推出一款产品 然后的话 是想把这个产品带到在场 给各位老师跟各位女嘉宾尝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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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老板娘 太甜了 这是干什么 想邀请郑凯老师 好 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好 剪益拿铁的制作过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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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我 好 谢谢 我们拿起这个奶 然后把它倒这个 倒奶一杯 都倒 都倒 对 都倒 对 好喝的拿铁的话 主要的搭配是来源于我们这个 蒸笼金庄高盖牛奶 好 就是好咖啡加好奶 就是口味 谢谢 非常棒 来咖啡 我们这次这是郑凯为我们服务调 经常庆功就能成功 加油 感谢 好喝 好真浓 真浓 奶味真浓 对 要想喝好喝的拿铁的话 必须选对好牛奶 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 真浓金庄高盖牛奶 1.6倍盖 富含高量维生输地 盖地同步好吸收 浓郁又好喝 好喝又一样 今天牵手要喝 真浓金庄高盖牛奶 希望你今天能牵手成功 收获浓浓珍爱 感谢 感谢 大家喝完的话 希望大家给这个产品 取一个好名字 秦敏佳 你起个名字 我正好想起个名字 叫什么 叫20号 跟我讲真的有意义 这个创意充满了高级感 20号 来 7号 你不能输给他 我想取名叫做慢慢喜欢你 然后我想唱两句给你听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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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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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地请你 慢慢聊自己 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慢慢把我给你 谢谢 你刚才说你们那个聚会 经常有些什么好玩的游戏 有没有推荐点给我们现在的 有一个就适合现场玩 是那个报纸游戏 报纸游戏 你想跟谁玩 20号 20号 这个游戏几个人玩的 这个游戏是两人一组 就是拔河 然后看谁的位置 这个报纸新破裂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号玩一次 好 开始 还没开始玩脸就疯了 我又输了 太害羞了 她是故意输的 弄到我的旁边都不好意思看了 郑凯和陈铭玩一下 我们 来嘛 这有什么技巧吗 我想问你 最好是突然吓到对方 怎么突然吓到对方 这个跟力量好像无关 然后要带动 拉破你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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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突然发力 要突然发力 哎呀呀呀 三二一 哎呀呀 有技巧 哎呀技巧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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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两个男人玩这个东西啊 他就好好玩啊 看下一条片子 每个人的初恋都是一杯特调饮品 而我那一杯是当香司三茶花鲜奶茶 她安静内远 我外向活泼 也许是因为性格的互补 我被她深深吸引 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默默守护 每天我都会和她聊天 但她只是简单地回复我 她的冷淡反而激发了我更加坚定的决心 我还是每天坚持找她 尝试用各种方式 找到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 有一天她从那种冰冷的态度 就变成了有回复欲的态度 她就说她没吃饭 当时就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当我知道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在路上了 已经迫切地想把这个东西 马上给她手上 就没有问她想吃什么 也不想给她一个拒绝我的机会 之后的几个月 我成了她的装熟外卖小哥 我的执着和真诚终于打动了她 在一起后陪她过了第一个生日 我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生日礼物 想当天给她一个惊喜 当我满怀期待地联系她时 才得知她和姐姐 已经庆祝过的消息 她因为我没有陪她过生日而生气 而我也因为她过生日 没有选择和我一起庆祝而难过 就这样 我们因为这个误会分手了 在后面的日子里 我也明白了 在感情里面 用心付出不是唯一 更多的还是要主动沟通与表达 第二段感情就像一杯 陈毅漫漫冰淋茶 恋爱之前我们之间保持了一种 舒适且适度的距离 然而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 她就进入了一种全天候的恋爱模式 她24小时都可能联系我 我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 帮你吃吧 我看着你吃 好吧 听不到你的呼吸声 我睡不着 不是吧 有一次 我没能听到她的电话 她竟然连环打给了我的朋友 我渐渐感觉这无微不至的光星 给我带来了一种负担 我和她沟通过很多次 她总说会改 但真正改变的时候 却寥寥无几 最终 我提出了分手 希望未来能遇到乐观 独立的女生 我们愿意为对方留出一些 私人空间 互相陪伴 共同成长 郭琪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会用银品的名字 去形容你的每一段恋情吗 然后我想问问你能不能 就是通过第一印象 用银品的名字来形容一下我 然后我旁边的20号 和那边的7号呀 加入战局 我想一想 先说20号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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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20号的表现的话 我有联想到我的一款柠檬茶 就会比较明显的 粉红初恋甜牛奶 来21号的 21号的话 它有点像那个三肠花柠檬茶 就是越品越香 这可能需要了解那一种 山茶花柠檬茶 越品越香 然后7号女嘉宾的话 我店里面刚好有一款柠檬茶 跟你非常匹配的是 香橙漫漫成意柠檬茶 什么 香橙漫漫成意柠檬茶 对 成意满满 16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你短片 你不太喜欢黏人的 我想请问一下 你在恋爱中 是比较黏人的 还是比较独立 该黏人的时候 黏人该独立的时候独立 我是那种事事有回应 然后事事有着落的人 就是我 我不是那种24小时 都会黏对方的人 7号灭灯的原因是 7号灭灯的原因是 就是第二段VCR 就是提到 就是说女生比较黏人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黏人的女生 然后我怕她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是不愿意那么多时间陪伴我 最后一个问题3号 男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很早就想问了 男嘉宾一出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 很有那种 电视剧男主角的感觉 也是我蛮喜欢的型 后来看到 《勤明家》爆灯之后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 我是想要留灯的 就是想表达一下 我的一个态度 谢谢 谢谢 你的练习很真诚 谢谢 特别好 现在留灯的是 3号 20号 有请3号 20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看大屏 好期待 我告诉你们 如果制推是7号 那就绝了 经过大数据的测算 男嘉宾的制推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情揭晓制推女生 10号 到现在为止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了 完全 郑凯 如果做一个观众在家看电视 这不就你们编的 这就是影响我第二天工作的原因 因为看着上头真是关不了 男生阳光开朗 温暖爱笑 做事灵活 行动力强 感情中温柔体贴 愿意配合 女生灵动可爱 有创造力 不被规则束缚 两个人都喜欢 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享受甜蜜和陪伴 偶尔也会是一对欢喜冤家 为感情增添一些情趣色彩 供两位参考 先看四个女生资料 秦敏佳 我的生活不能容忍的是 喜欢的类型 选一个 不能容忍的是 说到的事情总是做不到 并且还找各种理由推托 既然答应了 就要做到 郭琪 好羊毛大师 顶级爱人 跳舞时的我 跳舞时的我 他挺听确的 除了工作以外 舞蹈是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跳舞的时候 我可以是中国风的 也可以是动感爆发的 偶尔有一些小性感 偶尔也会变得十分感性 偶尔也会变得十分感性 有什么 恩子韵 关于我 爱至于我 浪漫的事 爱 爱至于我 好好好 我喜欢香水 喜欢收集记忆 喜欢每个爱的瞬间 都说 爱一个人 是从喜欢他的味道开始的 想象一下 你回到家 喷上香水 抱着爱的人 真的很治愈 有种繁华感 爱 是什么呢 爱像是饭店门口的薄荷糖 爱 像是没有尽头的隧道 在彼此的专属旅程里 漫游到底 呼吸 握紧 大笑 贴近 像日出破小时分的光一样 绚丽动人 我想和爱的人一起旅游 然后 我们要找一家小酒馆 一起喝一杯 今日浅浊过 一世都未熏 倪彦卿 打卡小可爱 喜欢这样的你 一起逛逛吧 一起逛逛吧 我是倪彦卿 爱生活 爱旅行 爱拍照 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逛一逛 来了几次南京 每次都会打卡一个景点 东山岭音乐台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南京博物院 下一站 可以和你一起开启 属于我们的旅程吗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你们有没有什么心愿 是想跟另一半完成的 秦彬佳 秦彬佳 散步 很简单 郭琪 我的话还挺想跟另一半 就是跳一支舞的 陈子昀 我希望能和对方一起去旅游 然后李丸游再写一首歌送给她 李燕青 我想和对方一起合作一个相声 好 来最后时间给爆灯的 20号 太紧张了 我刚紧张得都想哭了 就是男嘉宾从一下台 我就看见他笑 笑得很阳光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心动了 特别是他的那个大耳朵 我特别喜欢 好 要不然我们让郑凯再猜一下 这个比上一次难多了 对啊 大家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觉得他会选20号的举手看看呢 我也想举手 我也举手 觉得会选7号的举手看看 对啊 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要影响他的判断了 你这样 你偷偷告诉我你的想法 来 你做决定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7号 7号 好 好 好 刚才郑凯没有猜对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最后征许一下 这次能不能成 我都不敢猜了 我不敢猜了 这节目太多反转了 这比跑男反转还多 来 最后一点时间 征许一下 说实话 你留下来我还是蛮意外 我选择你的话 主要是我看你的VCL 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就我这个人 我是非常喜欢去旅游的 而且我这个人是很喜欢享受生活的 去到每个地方 我都喜欢去把它拍成一个视频 照片 把它拍成那种故事感 并不是那种微信的随便拍拍 路过那种并不是这样的 感觉我们很多点上是共同互通的 其实刚才在和你就是玩游戏过程中 我是有过心跳加速的感觉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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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 然后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比较回避情障碍的 然后我会更希望陪伴多过于空间 但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更需要空间的人 然后我可能更需要一个另外一半 能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 然后能多跟我打打视频 还是很谢谢 谢谢 谢谢 飞翰 飞翰 男嘉宾笑起来很阳光 他还有两个酒窝 我特别喜欢他的两个招风耳 当时我就心动了 艾德平你好 我也是在广州 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 有没有机会可以带我去跟你的人同场 当24号爆灯的时候就蛮意外 因为我没有想过会有人给我爆灯 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就是感觉到很惊醒很意外 因为7号自食自从 我对他都是有心动的感觉 从他上来跟我玩爆纸游戏的时候 我第一笑我就受不了了 其实我就很害羞的那一刻 就是我还是追寻自己内心 大家好 我叫欢歌威 来自于广州 我喜欢的女生类型是 爱笑活泼 眼睛大 如果有喜欢的话 赶紧与我联系吧 太刺激了 就她选这个陈紫云是有可能被拒绝的 是因为我觉得陈紫云上头 是因为那个场合 她的笑容 让陈紫云产生了一种 这么阳光的男孩 这么多人喜欢 然后我要来试一下 但是她的下头 是非常理智的下头 她就说我是需要黏人的 但是你是需要空间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选择 所以当一个女生开始 是理性的时候 但没想到恰恰是 这个男生上头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生活的真实 远比一切编剧要高明得多 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让凯哥分享一下 到这儿录了两场节目的感想 首先我觉得 我不配在这里发言 就像您说的 真实是最打动人的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奇妙 男生和女生之间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之内 不断地流转又发生变化 我是非常受启发的 以后如果再演戏的话 我不会那么死板地去创作 我就要发掘这种人性的 奇妙之处 和瞬间的这种流转的原因 和背后的逻辑 最后我想说 这个节目 不愧是14年的王牌节目 回家之后 我一定会继续追 谢谢大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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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